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傅磊 傅冲是他的长子 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音乐天赋 尤其是在他这种扬克的训练和教导下 在1954年8月 由中国政府派到波兰学习 第二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 获得了第三名 这是新中国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 获奖的第一位音乐家 正因为儿子到了国外 傅雷就不断的写信 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傅雷加树 它里边有段话 说以眼昼而论 我觉得大体很好 一气呵成精神饱满 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 音色变化的确很多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很感动 好孩子 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 回想起1951年4月 刚从昆明回户的时期 你真是从低洼里到了半山腰 希望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 将来一定能攀登封顶 可是他也没想到 你说傅雷成了右派 傅冲呢 是在留学生里 也成了批判对象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 感兴趣的可以啊 去查一查 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 或者是为了音乐 1958年12月 傅冲孤逐一字 决定出众 当他坐在飞往英国的班级上时 正好那边伦敦又起雾 班级呢 推辞起飞 这个时候 中国大使馆已经知道情况了 正在采取措施 嘿 伦敦的雾散了 飞机又起飞了 就这么着 傅冲 出众 傅雷听到这个消息 呆若目击 半天没说出话来 哎呀 打击太大 因为他是个非常爱国爱民主的人 后来呢 文艺界的领导夏日安 柯林 烧来了周中理的话 和祖国的大门 任何时候都对傅冲开着 只要愿意回来 欢迎 在当时啊 这个事儿 其实挺大的 这个事儿 也是音乐界的一件大事儿 过了不到一年吧 他们爷俩的通讯呢 又恢复 傅雷在心里心 说孩子啊 这四个月 我的心情 你应该想得到 你一定要热爱祖国 这一点尤其不能忘 所以呢 他给傅冲定了三个原则 不录英国籍 不去台湾 不说不立祖国的话 不做不立祖国的事儿 哎 到了六四年呢 因为演出的方便吧 傅冲 还真就加了英国国籍 他老丁 得到这消息 气坏 好几个月 没给他回信 话说呀 早在十九岁的时候 傅雷呢 爱上了十四岁的表妹 周梅芙 那是一个清新甜美 猫一般温顺的花季少女 第二年呢 在姑母组织下 两人订婚 随后傅雷出国留学 到了法国 谁也没想到 看上去 羞涩腼腆的傅雷 不可一致的 爱上了一个法国牛 马德林 同时写信 要解除婚约 幸亏 好友刘海叔 说呀哥们 你可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 就把这个信呢 给扣住 给拿走了 说我给你寄 没发 果不其然 没多久 人家 马德林 另有所爱 根本不搭理他 这一下子傅雷 伤心欲狂 哎呀 要不是这帮哥们们 发现了 就给拦住了 他差一点握枪自杀 1932年 傅雷回国 举行了盛大婚礼 迎娶 一直仰着脸 看他的小表妹 周美甫呢 对傅雷的爱 是怜惜和崇拜 交织在一起 他亲眼见证了傅雷 残缺的童年 所以呢 情愿原谅他一切的 暴虑和怪账 同时珍重他的才华 把他视为宗教 无条件的 支持他 所以呢 这也是民国 很出名的一段感情 周美甫生育 正月十五 因为辣梅盛开而得名 父亲是个前卿秀才 家学渊源 希望女儿像梅花一样 有福气 可问题是 梅花有福气吗 有香气 初中的时候 初美甫就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 碧文女校 高中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 燕磨式女校 是无数男生 瞩目的校花 还专门学过钢琴 哎呀 你说这 富雷算是剪照宝了 还不知道珍惜 这真 他妈没法讲理去 富雷呢 给妻子起了个法文名字 叫 Margaret 就是 富士德里边的女主角 另外觉得 福气的福 太熟悉 改成了 富 就是 左边一个乡镇 右边一个 复杂的福 取自于苏东坡的 叫什么 秋露农 珍珠落秀 瞻鱼妇 朱梅妇呢 一天 三部曲 上午做家务 下午 给富雷做秘书 帮他做那个 书的各种卡片 就好像图书馆里那样 他说 哎呀 只有晚上 是我最舒服的时间 透一口气 可以静下来 看看自己 喜欢看的书了 当年 富雷赞美杨将 翻译不出 杨将出于礼貌 说了一些 谦虚的话 哎 富雷非常不高兴 说什么 杨将 要知道 我是不轻易 赞美别人的 所以 杨将先生 在记富雷的一文中说 富雷爱吃硬饭 他的性格 也像 硬米粒那样 僵硬 干爽 软和诺 不是他的美德 全让给 没富了 富雷的 坏脾气和他的才华 一样文明 一样的让人 闻风上胆 刚回国那会儿呢 他喜欢 换大马将 本来 就是玩儿嘛 富雷就看得很重 觉得 好像输了 显得自己 智商被别人逼 所以呢 要么赢回来 要么输光才罢休 打桥牌也是一样 他和妻子打大 每每出牌 不合心意 他都大声的 呵斥 有一回 把牌桌都掀了 朱美傅呢 却陪着笑领 跟另外的牌友道歉 小时候老挨打 所以富雷呢 也打孩子 他的老大 夭折了 老三富敏呢 还好点 可老二富冲 可就差 打个耳光 是普通的 有一回 富雷把富冲 绑在自己家门口 让别人看 说这小子 你看他多不听话 以此来做警告 还有一回 他用那个 蚊香的盘子 砸着了 富冲 看着儿子 脸上流下的伤疤 朱美傅的内心 实在是很煎熬 后来富雷自己呢 也挺悔恨 所以富雷家叔 第一封信里 就有这样一段话 孩子 我虐待了你 我永远对不起你 我捕述不了 这种罪过 在家里 坐坐霸道总裁 也就罢了 他呢 老搞哄爱恋 而且都是 明目张胆那种 1936年 富雷考察 洛阳龙门师库 与一名名叫 黄丽的女子 结下了一段 疏远 他还给人写信 说人家 校里有灵光 柔和的气氛 造出了离人的游魂 三年后 富敏才两岁时 富雷再次发飙 爱上了上海美专 一位学生的妹妹 陈家留 这是一位堪称 国社天乡的才女 是女高音歌唱架 很多人 伺其为女神 温奇森 你老父是有夫之夫啊 他凭什么 你也当女神呢 黑他可不管 隔山差五了 请人家来家里 倒不是干什么 那种事 而是逆过在书房里 谈情 说爱 聊艺术 歌唱家呢 有段时间 也不好意思躲了 弗雷同学 对时什么也干不了了 翻译资料堆积庐山 也没兴趣啊 去坐 没了 还是 朱梅复打电话过去 您快来吧 您来了 他才能写下去 陈家留真的来了 身边那么一座 哎 翻译家 果真又 神采奕奕 文采飞扬 最终呢 歌唱家 无法面对两个可爱男孩 更无法面对 朱梅复 那纯净无染的目光 他被这个无辜的 手无寸铁的灵魂 给震慑住 于是他远顿香港 一生为嫁 在儿子和诸多亲友眼里 朱梅复像菩萨 一辈子善良的不尽情力 儿子复免 说母亲太能忍 非常善良 非常浩荡 哎呀 浩荡这个词儿好 你想 无论傅雷如何在情感世界里 乘风破浪 那家庭之舟也都稳稳航行 所以呢 好朋友杨将 就夸他身兼了舞姿啊 是温柔的妻子 慈爱的母亲 能干的主妇 最称职的秘书 还是沙龙里的漂亮夫人 一回 在给儿子复充的信里 朱妈妈说 他一贯的秉性乖利 饥饿如愁 只有根源 嗅到院士的童年 真是不堪回首 到成年后 孤君奋斗 爱真理 恨 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 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 为人正直不苟 对事业忠心耿耿 我爱他 我原谅他 1966年9月3日凌晨 在经历了四天三夜 不间断的各种折腾之后 傅雷和朱眉复夫夫妇 决定在 驻了多年的上海江苏路 284弄5号 疾风训语楼里 自杀 死前 他们留下了一封上千字的遗嘱 自称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 父宠来 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子 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遗嘱里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 向父宠舅舅 租人秀交代了 13家 细字如为的具体四项 包括 上缴房租 55.29元 留给保姆 州局地 两块表 以及600元的存单 家具 自行处理 书画 这交给公家决定 最后俩人还留下了火账费 现钞53.3元 那天早晨 他们把保姆 支走了 猪妈妈最后的一句话是 私人知道的最后一句话是 明天你买小菜少一点 叶永烈说 他读了那个遗书 说遗书那么长 没有改过一个字 是一口气写下来的 朱梅妇呢 给妇雷准备好温水 看着他服了毒药 等到他气息微弱后 将他摆正放到沙发上 以保留死的尊严 然后他自己 从一块普通 土布做成的 背单上 撕下了两条长截 大圈 系在 铁窗的横框上 还在地上 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以免自己 万一痛苦挣扎 掉到地上 会影响楼下的邻居休息 最后 这位善良的女人 上吊自杀了 几十年后有人写道 一个人要有何等的境界 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还能够从容地 保持自己的教养 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独立意志 自由精神 君子教养 这三点 该是充盈于 那张棉被之中的精神吧 真正的英雄 不是没有卑脸的清超 而是不被 卑脸的清超所征服 文字最后 还得出一个结论 高贵 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 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